这婚纱照我不拍了 我们分手吧 不就因为没给你买雪糕制吗 你以为真的只是因为一根雪糕吗 转化好了 待会我们就出发去外景拍照 好 小姐姐 听说你和你老公是校园到婚纱的爱情 好羡慕你们呀 对啊 而且我们这次婚纱照还是她订的呢 要八千多 不会吧 你感觉我们的套餐都差不多 我热才一千多块钱 来两位新人 好来 等我拍完他们就拍你们啊 你说你拍了一个这么贵的套餐 我还以为是一堆衣服呢 可能最近结婚的人多店里忙吧 老公 这么热的天我想吃雪糕 好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 好 姜汁我也想吃雪糕 雪糕太凉了 吃多了不好 这么热的天不吃雪糕 喝冰长温的水也是可以的呀 喝多了穿着婚纱去卫生间不方便 反正就一天 忍忍吧 来 大家都累了吧 给大家买了雪糕还有水 我怕你吃雪糕不解渴 就又给你买了水 好 来 谢谢 你看 我不跟你买雪糕不也有雪糕吃 反正我愿意当冤大口的人 你这种下头男 也配吃我老公买的雪糕 你呀 我劝你一句 嫁人要慎重 八千多的火纱照 你说不拍就不拍了 我前来几天的课号就办 哎 先生 你定的是两天四的套餐 你可别说八千 要不然还以为我们退店呢 就是 老公 你不是说 我们这个套餐才一千多吗 我这不是怕你觉得两千多太贵 就往少了说吗 你舍不得花钱还虚报价格 将至 我们在一起八年了 我今天可算看清楚你了 我们 撤击结束了 叶小唐你别走 你浪费了我八年的时间 想分手也可以 赔偿我金融总成费 一年算你三万 八年给我二十四万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也太会算计了吧 你的青春事情说人家女孩的青春就不是青春了 哪来流浪汉 又你什么事 我呢 不是流浪汉 我是那个 游客 只不过钱包手就都丢了 现在等一个好心人 借点钱 祝我回家 有病 我见你 记不过再生一笑 说吧那勇敢的少年